德国作家卡特林·佐斯特说 大自然是一个智慧的生活大师 天地山水 四时轮转都有规律 为人处事生活点滴皆藏智慧 而交友也是如此 人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 有些如鲜花 浪漫而短暂 有些如高山 质朴却坚固 所以呢 星云大师说 世间的友情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一如花 二如秤 三如山 四如地 而你结交的是哪一种呢 一如花 艳时迎怀 尾时丢弃 作家燕灵阳曾分享过自己的故事 以前呢 他在省级平台工作 同时小爱很喜欢和他来往 隔三差五就来夸他一顿 还会送点小零食 燕灵阳呢 也投桃报李 经常在工作上指点他 后来他离职创业 因为拓展业务 再联系小爱时 发现对方态度大变 不但假装陌生 还十分巨傲 谁知 这件事过去一年多 小爱又突然找到他 说自己亲戚生了大病 正在发起众筹 知道他出了书粉丝多 希望能帮忙转发 他因为不相信小爱的人品 就委婉拒绝 随后就发现自己被拉黑 这就是第一种朋友 花友 他们对待朋友 就像对待鲜花一般 当你绽放时 发现有利可图 就靠近你 视你如珍宝 等你花谢时 察觉无利可谋 就疏远你 弃你如碧驴 再需要你时 还假装若无其事 理所当然地请你帮忙 冯梦龙在 《警示通言》中有言 以利相交者 利尽而疏 花友 把利益当成交友准则 朋友在他们眼中 不过是牟利的手段 一旦和你发生利益冲突 就会毫不犹豫地变脸 自然 当利益消散时 友情也随花而落 然而 一段友情 缺少了诚恳待人的赤子之心 那 再多的花言巧语 也经不起 岁月的洗礼 这样的朋友 注定 只能短暂同行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种 二如乘 资诸必较 不愿付出 知乎上 有个热门话题 在哪一刻 你觉得 你和朋友 再也做不成朋友了 高赞回答 很扎心 发现 我不计成本的付出 朋友 却斤斤计较的时候 对此呢 我深有感受 最近 因为一次借宿 我把十年的发小 拉黑了 曾经 他来杭州找工作 在我家 借住了一个多月 这一回 我去宁波 参加培训 因为临时安排 没有订到房间 就准备在他家 借住三天 刚到的第一晚 我就转了两百元 菜钱给他 因为知道他 平时有些小气 像我们一起吃饭 要不AA 要不我请客 很少见到他 主动买单 可我觉得 也无可厚非 可能他的金钱观 比较节约 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 我走了以后 他追着我要住宿费 和水电费 一共336.9元 还说和我评分 应该是168.45元 但0.45元 不要我给 看着手机上 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的账单 我震惊之余 又有些心寒 难道我们十年的友情 只值四毛五吗 早些年 看到幸运大师说 朋友如秤驼 当时不理解 如今看来 却很到位 与秤友之间相处 就如同菜场买菜 秤起秤落 金两必争 他们对朋友 掏心掏肺的好意 照单全收 但轮到自己付出一点 就倍感吃亏 然而 人心是相互的 长时间不平等地付出 再暖的心 迟早也会凉透 道德经理说 一个人 如果在小事上 爱斤斤计较 那在大事上 也容易宽己严人 这样的人 往往心胸狭窄 对朋友包容度低 和他们相交 必然是一场身心俱疲 毕竟 谁都不想一腔真心 负流水 把时间浪费在 一味计较得失的人身上 我们再来看看 第三种 三如山 直言归劝 竭力相助 朱熹在 《殉子从学帖》中说 大凡敦厚忠信 能供无过者 亦有也 所谓亦有 就是品性敦厚 为人诚信 能指出我缺点的人 文学大师胡适 就有这样一位义友 他的名字叫 许怡孙 他们是安徽济西同乡 又是上海求学时的同学 还是社友 因为秩序相投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1909年 胡适经历了一连串人生打击 公学解散 家道中落 和亲人并故 他一度心灰意冷 自暴自弃 跟着一帮浪漫的朋友 整天荒唐度日 甚至在醉酒后闹事 被送到寻补房 许怡孙不仅实时规劝 还再三建议他 参加留美考试 得着他担心留美关费 许怡孙主动帮忙筹钱 最终促成他留学深造 自此胡适迷途之返 开启了人生中 极为关键的新阶段 在留美的七年间 尽管分隔两地 但他们书信往来频繁 胡适迷茫时 他劝勉鼓励 好学时 他交流智学感悟 梁石一有间的思想碰撞 相互影响 彼此成就 然而天度英才 许怡孙过早陨世 胡适在追到许怡孙中说 人生能得几个好朋友 旷怡孙意我最后 爱我最深 期望我最深 我的成功 你有份 这是第三种朋友 山友 他们有山一般的寒荣修养 愿意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去祝朋友 成为更好的人 在朋友误入歧途时 会直言相劝 在朋友陷入困苦时 会鼎力相助 碎寒之松柏 低谷见真情 迷途 实质有 在繁杂多变的尘世里 山友 犹如应对厄运的良方 让人受益无穷 也最值得深交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第四种 似如地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家作活佛说 不要对别人的付出 习以为常 熟视无睹 受人恩惠 不是美德 报恩才是 朋友间 更是如此 在韩剧 请回答1988中 就有一段 关于施恩 与报恩的美谈 最初呢 美兰家 因为给大儿子 置心脏病 经济条件最差 住在地下室 邻居们虽然也贫困 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时常接济他 后来 大儿子买彩票 中了头奖 他们意外成了 双门洞最富有的人 没有穷人诈富的丑陋 只有知恩图报的善良 平时 美兰会买很贵的食材 借口吃不掉 分给大家品尝 到了冬天 他会囤积很多煤炭 分给大家取暖 有一次 德善妈妈 因为经济窘迫 想开口借钱 但始终张不开嘴 最后 轻轻地回家了 可到家后 却在食品篮子里发现 美兰早已悄悄放了钱 这就是第四种朋友 地友 他们有大地一样 宽广的胸怀 你给予过的帮助 哪怕小恩小惠 他们也铭记于心 更可贵的是 不用你开口 他早已赤城以待 找到机会 就会默默报答 你投之以桃 他报之以礼 你滴水之恩 他沧海相还 无论外界如何变换 他始终保持一颗 纯质本心 和地友相交 仿若得到了滋润心甜的甘霖 既安心又舒适 宋人徐匪在戒世人中云 与邪宁人交 如雪人墨池 虽融为水 其色玉污 与君子交 如探入熏炉 虽化为灰 其香不灭 可见 则有的重要性 损友如花 如秤 犹如毒瘤 会潜移默化腐蚀你 使你与其臭味相投 亦友如山 如地 宛若太阳 会时时刻刻照耀你 使你越发光彩意义 因此 损友近而远 亦友宜相亲 愿每个你我 都能多交易友 远离损友 拥有 像羊的朋友圈 舞后太阳晒着我温暖的臂膀 树影斑驳穿过 迷雾的车窗 唱歌的孩子 坐在我的身旁 呼唤儿时那 无忧虑的理想 那个楼窝在怀里的人 去了天堂 是否依然住在 炊烟鸟鸟的村庄 我想起你 未曾提及的惆怅 教会我 面对太阳 保持坚强 我已记不起你 颜面哭泣的脸庞 我也明白 回不去的都交过家乡 我站在4680的高空 向远方眺望 却再也忘不穿你 掠过青春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